至于大家非常关注的蓝白盒 现在是卡关了 将要进入这个震荡协商 那么柯文哲就抛出了这个日期 是11月20号的登记日 所以侯友宜就喊出 希望可以越快协商是越好 那么今天侯友宜受访的时候 他就特别表示了 这个合作一定要拿出最大的诚意 协商一定要开放友善 但是在柯文哲这边 倒是抛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他特别提到 除了新潮流之外 所有的这个派系政党 在选前都会给签 所谓的政党合作印象书 这话意出呢 是立刻引起基层的不满 蓝英甚至说 干脆支持侯友宜参选到底 一结束新北的伴要行程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马不停蹄赶到台南 指导赖清德的铁票区 这么刚好 赖清德也安排了相同的参拜行程 不过两人一前以后到场 相互错开 网不见网 除了奈猴隔空较劲 柯文哲也低调 来到七谷 参访太阳光电 蓝绿白齐聚台南 平常已未浓厚 加上柯文哲日前喊出 政党协商期限 最慢到十一月二十 蓝白盒进度陷入僵局 虽然都说要加快协商速度 但是柯文哲却也提出 除了新潮流 所有的派系政党都可以签署 政党合作 以向书 这样子的想法太跳通 完全背离了政党政治的现况 似乎要打造一个包山包海的联合政府 政党都在谈合作 那我相信政党在合作里面 都会拿出最大的诚意 包括任何大家共同面对 如何来跟全国民众来做报告 一定有他的一些配套措施 对比侯友宜持续释出善意 柯文哲的合作异象书 引发蓝银的极层不满 甚至认为国民党不应该 为了蓝白盒如此低声下气 要求党中央听侯参选总统到底 各式舆论延烧下 蓝白合作几率恐怕越降越低 华人新闻成真 蒋公期刘汉生 新北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